你见过没有肚脐的人吗 他有着16岁的躯体 但行为举止却像个1岁的孩子 刚出生就光着身子来到大街上 他看到什么都感到好奇 而路人都把他当成怪物 很快便引来了佛伯了 一脸猛逼的他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随后便被带进了少管所 先是给他洗了个凉水澡 然后教他怎么上厕所 接着又递给他一盘食物 但他却不知道怎么吃 看着对面的小黑把面包放进嘴里 他也跟着模仿吃了起来 吃完还不忘舔一下手指 这很快便引起一声艾米的注意 只见他拿着画笔疯狂地在纸上输出 手速堪比你们点赞的速度 一会便完成了一个完美的作品 艾米惊掉了下巴 而他也学着张开嘴巴 别人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 为了他的安全艾米把他带回了家 并给他起名凯尔 看着房间里一切他都感到很好奇 大女儿不知道家里有人 裹着浴巾便走出了房间 回过头看到凯尔瞪着大眼看着自己 吓得他把腿就跑 艾米接到一个急诊 于是让女儿帮忙照看一下他 女儿满口答应 可艾米前脚刚走 他后脚就出去跟男友约会 随后凯尔听到一阵美妙的声音 他顺着声音走了出来 然后来到了邻居的家里 原来是邻居家的女孩在弹琴 琴声让凯尔流下了眼泪 哭声惊动了女孩 吓得凯尔连滚带爬地跑回了家中 独自一人躲在浴缸里 这时小儿子放学回家 勤奋的他就是上厕所也在刻苦学习 晚上女孩的母亲找上了门 说凯尔对女儿不怀好意 要报警带走凯尔 但这时两人却四目相对 像极了一见钟情 母亲看情况不对 赶紧拉着女儿离开 没有说过话的凯尔晚餐时 却开了口 原来他是在少馆所跟小黑学的 一家人高兴坏了 可就在这时 他又把女儿跟男朋友的事给抖 艾米感觉凯尔的表现非常奇怪 于是第二天艾米给他做智力测试 他仅用了一分钟 就完成了常人一个小时的测试 而且答案完全正确 为了弄清真相 艾米带他来做脑部和磁共产 医生说他的脑部非常活力 正常人开发只有2% 爱因斯坦的是7% 而凯尔的却是1% 如果不是机器故障 那他就是个超级天草 晚上凯尔却毫无睡 独自一人玩了三个小时的冰箱 恰巧看到姐姐出所 好奇的凯尔跟了出所 半路还差点碰死 这里灯风嘴里充满了惊惊的低情 凯尔看了神魂颠倒 这是佛波的台队 现场乱成一片 而姐姐却被佛波的带走 凯尔直接冲了凯尔 现场顿时安静下来 佛波的让他走开 而凯尔却给了一个本钱 于是拿出手铐 但却被凯尔玩美山 这下把佛波的惹怒 他拿出警棍 对着凯尔就是一顿操作 但连根毛都没碰到 反而被凯尔抢走了几个 无奈佛波的只能离去 而凯尔成为了姐姐的保护神 回到家里 艾米帮凯尔清理伤口 凯尔问自己是谁 第二天艾米在叫妈 凯尔从后面抱住艾米 这可把艾米吓了一条 凯尔问什么是害怕 艾米向他指示 凯尔这才明白什么是害怕 艾米将凯尔暴入怀中 艾米告诉丈夫要把凯尔扔下 而丈夫却说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丈夫刚修复好电脑上的照片 但一杯水却让他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凯尔看着密密麻麻的袋 打开另外一个电脑 然后一顿操作 照片居然还原了 儿子的房间也被凯尔收拾得整整齐齐 随后家里人也慢慢接纳了凯尔 而他们却不知道一个神秘的男人 在默默地监视着他 他的手里还拿着凯尔的个人资料 他闲得没事竟然对冰箱下起了手 冰箱里所有的东西他都吃了个遍 就连生鸡蛋都不放膜 别人花十年学的功夫 而他只是看了电视上的动作 却用了两分钟便学会了 一家人都看懵了 经过一家人的询问 这才知道凯尔从出生到现在都没睡过去 第二天艾米便带着凯尔来医院检查 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步 凯尔的大脑比爱因斯坦开发的还要完美 当医生掀开他的肚皮时 才让他知道自己不配做医生 因为他从没见过没有肚皮的人 为了能让他正常睡眠 医生给他开了一副药 可就这短短的几分钟 凯尔却完成了几万块的拼盘 为了帮凯尔恢复地域 艾米让他画出脑海里所散的东西 接着凯尔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副医会变化出很多森林的图片 晚上艾米让他吃下一身开的睡眠药 可凯尔依旧没有一点睡意 于是便走出去探索宇宙 这是之前监视艾米的神秘男人开车尾随着他 幸亏邻居家的狗叫吓跑男人 凯尔好奇地看着狗狗 不到十秒钟他便可以跟狗狗交流 他们还做了好朋友 更可怕的是他竟然白天坐在草皮上看星星 艾米说要想点办法让他感觉到累 这样才能帮助他睡眠 于是爸爸便带着凯尔出去跑步 可还没开始他就连凯尔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回到家的爸爸已经累得精疲力尽 晚上艾米让凯尔数绵羊帮助他睡眠 可凯尔却一直数到天亮 爸爸因为跑步劳累睡过头而错过了重要的胃 于是开始抱怨 凯尔不是自己的孩子 他不属于这里 而这些话刚好被凯尔听到 他们来到房间却发现凯尔不见了 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凯尔 这时艾米看到凯尔画的森林 于是几人家夜班来到森林里 终于在一棵树上找到了他 原来他是找自己的家人 他认为自己从天上来 而爸爸安慰他说我们就是你的家人 回到家凯尔却对收音机嘈杂声很感兴趣 在杂音的催眠下 凯尔躺在浴缸里睡了他出生以来的低一觉 爸妈也终于放下了心 可他们却没有发现森林里凯尔站着的树下有一堆白骨 因为家里没有人照看凯尔 于是爸爸便把他带去了公司 而这边佛波勒却找到了艾米 他们在凯尔去过森林的地方发现一具白骨 佛波勒认为这件事情跟凯尔有关 并给他看了被石灰处理过只剩下骨架的照片 更可疑的是他们在现场还发现了一张卡片 这像是某个神秘组织的标志 佛波勒认为凯尔可能是目击证人 凯尔在公司无聊地画着画 听公司员工说公司服务器坏了 凯尔来到服务器机房便被显示屏上的雪花深深吸引 于是便对服务器进行分解 当爸爸赶来看到眼前的荧幕差点没崩溃 他急忙打电话给维修公司 可当他再次返回时却被眼前的荧幕惊淡了 回到家凯尔独自坐在浴缸里画画 艾米怕他老是坐在浴缸里对身体不好 让他去找弟弟玩 来到房间看到弟弟正在写作业 他只是扫了一眼试卷 就说出了答案 从此弟弟的家庭作业也都被凯尔成功打爆 晚上艾米把白骨的事情告诉了丈夫 还说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张卡片和凶手身上的抓痕 丈夫担心如果跟凯尔有关 凶手肯定会回来找他 但他们却不知一个神秘男人正在监听着他们 而他的手上也正好有一道抓痕 第二天艾米将睡在浴缸里的凯尔叫醒 随后把他带到了一个房间里 为了让他睡得更舒服 爸爸把工作室改成了卧室 还做了一个独立浴缸床破 这也表示凯尔正式融入到这个家里 艾米在帮他整理房间时 却发现凯尔的话里暗藏玄机 当他把所有的话拼在一起时 却出现了那个神秘组织的标志 艾米惊呆了 难道凯尔真的跟那具白骨有关 男人在泳池里游泳 一个女人却朝着他游了过来 好戏刚要开始 凯尔却醒了过来 原来这只是一场梦 第二天佛波勒来家里调查 关于凯尔画的神秘标志图案 而凯尔却对这个标志一脸的迷惑 艾米说可能是他失忆了 忘记了以前的事情 弟弟带着凯尔来游泳 可不会游泳的凯尔却直接跳进了水里 原来他想接着做昨晚的梦 不一会一个女人便游了过来 正是他梦到的邻家小美 刚准备给他做人工呼吸 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顶到了他 在众人的嘲笑下 小美生气地离开了 回到家凯尔独自一人躲在浴缸里 爸爸找到他给他讲解了 关于青春期的知识 然而才刚出生几个月的 他怎么懂的这些 弟弟更是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宝贝 把其中一个最心爱的赠送给了凯尔 并嘱咐他最好晚上把门锁上戏品 凯尔对这个礼物也非常满意 还表示这种感觉就像在游泳池一样 这时林家小美敲门来找凯尔 他为白天的事来跟凯尔道歉 推开凯尔的门 房间里的布置让小美很惊奇 在书桌上发现到处都是自己的花香 当他准备离开时却碰上了凯尔 小美尴尬了一下 却发现了凯尔手里的武功秘境 气冲冲地便离开了 为了让凯尔学会游泳 家人给他抱了学习板 而恰巧教练就是小美 没办法小美只能硬着头皮教他 为了让他感受漂浮的感觉 他用双手托着凯尔的小子 这可不得了 凯尔就像马可附体 这要是去参加奥运会 非得拿个全满贯 现在的小美对凯尔是满脸的崇拜 于是邀请他去家里玩 还给凯尔谈起他第一次听到的琴声 这可把凯尔迷得是神魂颠倒 回到家凯尔打算画一张特别的画 给小美准备一份礼物 这晚姐弟俩带凯尔参加派对 弟弟跟同学一起洗澡 姐姐跟朋友玩游戏 凯尔满心欢喜等待小美的到来 可就在今晚 凯尔的梦也将被破灭 和小美一起来的还有她的男朋友 这时的凯尔心里有十万个小绵羊漂泊 这是凯尔第一次尝试到心痛的感觉 随后她把送给小美的花扔到了泳池里 现在的她只想赶快恢复记忆 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 她才刚出生几个月 爸妈却要送她去学校上学 从来没去过学校的凯尔对学校充满着好奇心 遇见校长她是这样打招呼 当校长看到凯尔的简历 说什么都不愿意收 她不但去过少管所 现在还接受一桩凶杀案的调查 在母亲的再三恳求下 校长答应了 但前提是必须通过一场五个小时的测试 凯尔打开试卷却懵逼了 试卷内容全部都是历史题 才当出生没几个月的她怎么懂的什么历史 就在凯尔想找粉丝们帮忙使下课灵响起 看到外边的学生来回走动 凯尔也好奇地走了出去 来到一间教室里 看到黑板上的一道数学题 出于本能地把题给解了 另一边 一个神秘男人偷偷来到凯尔的房间 回到家中的艾米却浑然不知 还跟他来了的擦肩而过 艾米在跟丈夫打电话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敲打玻璃的声音 丈夫在电话里让他赶紧离开 可艾米刚打开门 那个神秘男人却出现在门口 丈夫急忙赶回家中 刚冲进房间 却发现家里来了一个保安 而他就是那个神秘男人汤姆 小区新来的保安 可丈夫却一脸的疑惑 凯尔在吃饭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书呆子 他向书呆子请教关于历史的问题 而书呆子却把他带进了图书馆 还说答案全部都在这 凯尔凭借独特的记忆 仅用了38分钟就翻完了图书馆里所有的历史书 这个男孩第一天上学 就让校爸对他闻风丧打 这校爸真的是把凯尔当成吃素的 而这一切刚好被校长看到 校长以凯尔打架擅自离开考场 唯有取消了考试资格 好在老师从姐姐的口中得知 解答这道巴士级数学题的是凯尔 于是在姐姐的带领下找到了凯尔 他恳求校长一定要把凯尔留下 还要跟他做好兄弟 校长才勉强答应 可时间还有30分钟 但对于凯尔来说足够了 果然不到10分钟的时间 凯尔便走出了教室 校长这下彻底服了 晚上凯尔研究自己的作品 弟弟在加班写作业 姐姐在清洗漂亮的衣服 劳累一天的爸妈也终于可以休息了 而他们却不知家里已经被人装了监控 他正在监视着全家的一举一动 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监视凯尔呢 这晚他做了一个噩梦 梦里凯尔被一个陌生男子惊醒 刚打开灯 却发现窗外有一个黑衣人 原来是姐姐的小男友 他是来给姐姐明天过生日的 看到凯尔的豪华床铺 也想跟凯尔一起睡 这凯尔怎么能答应 于是便给他准备了 最接地气的床铺 第二天凯尔脑海里 依旧闪现出梦里的男子 凯尔把他画了出来 并给了艾姆 家里断电爸爸出来检查线路 好巧不巧碰到了保安汤姆 于是把凯尔做梦的事告诉了他 并把梦中男人的画像交给了他 他前脚跟刚走 就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另一个人 凯尔跟一群小伙伴玩魔法游戏 因为今天是姐姐的生日 凯尔也想知道自己的生日 看到凯尔认真的样子 大家却害怕地拿开了手 只有凯尔一个人坚持着 最后罗盘指出78127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凯尔也不可能是78年的吧 用电脑查了半天也没有结果 这时弟弟却说他是个外星人 还说他是个怪胎 这一下直接戳通了凯尔的心 幸好艾米及时出现 他安慰着凯尔 这才让冲动的凯尔安静下来 凯尔也原谅了弟弟 两人还一起为姐姐准备蛋糕 吹蜡烛时姐姐说要跟凯尔一起过 直到他知道自己生日的那天 好温馨的一家人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此时的感情已经胜过一家人 第二天爸爸在看报纸 而凯尔却在报纸上看到了 昨天梦中的男人 他告诉艾米就是这个人 于是艾米便打电话给佛波了 只见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卡片 而上面的数字就是78127 从网上得知这个男人是一个教授 名叫科恩 艾米告诉凯尔老想这件事对他不好 让他出去跟朋友打球放松一下 刚拿到球就可以在百米外准确投篮 还在篮球队长面前露了一手 队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于是邀请凯尔加入学校篮球队 弟弟给凯尔打扮了一番 随后便来到学校找到队长 队长找教练请求让凯尔加入篮球队 可马上要打比赛 新人的加入会对球队有影响 正当他们争执的时候 球场里传来一片欢呼 所有人都被凯尔的投球震撼了 随后凯尔便加入到队伍里 可第一次打球却被狠狠地盖了一个帽 晚上弟弟给凯尔拿了一堆篮球书籍 并让他五分钟看完 第二天凯尔就学一支用 而姐姐的小男友却说自己躺着都可以完成 说到做到他果然躺着把自己的脚给扭了 这次比赛他们面对的是连续两年夺冠的篮赛队 开局很顺利 只见凯尔拿到篮球半场直接投篮命中 小男友也要显摆一下 三步上篮在两名队员防守下 一个空中假动作进球得分 凯尔的三分球更让全场嗨翻 可在最后关键时刻 凯尔拿球被抢断 传球时失误 教练的指责 对方球员的鄙视 就连爸爸都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而这时小男友的三步上篮也被盖了个帽 重重摔在地上 他的伤势已经不能站起来继续比赛 可教练却威胁他赶快战斗 凯尔可看不惯教练的行为 在凯尔的带领下 大家都放弃了比赛 教练气得脸都发白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 比赛固然重要 但相比团结和友谊更为重要 这晚保安汤姆花钱找了一个流浪汉 然后开车把他带走 第二天艾米便被叫到了警局 佛波勒说杀害科恩教授的凶手已经身亡 还从他身上找到了教授的一些证物 包括杀害科恩教授的那把枪 并说这个案子结案了 然而这晚凯尔又做了同样的梦 梦里他再次看到了教授 而杀害科恩教授的凶手竟是保安汤姆 凯尔被吓得连蹦带跳的 但醒来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艾米认为凯尔可能目睹了这场谋杀 于是找来村里最有名的催眠师 来帮凯尔恢复记忆 果然很快凯尔便想起了梦中的事情 原来凶手是保安汤姆 接着催眠师又问之前发生的事情 只见凯尔嘴里念着咒语 事后艾米反复听着凯尔被催眠后的录音 可怎么都听不懂凯尔说的什么 好在儿子的提醒 于是艾米放慢了速度 这才知道是凯尔玩魔法游戏时的数字78127 艾米告诉丈夫还有另外一串数字 她不知道什么意思 经过丈夫的研究 原来另外一串是坐标 它代表着精度和纬度 奇怪的是当他上网查时 却发现那个地区被挡住 另一边凯尔跟姐姐和小男友 来到了科恩教授的大学 他们找到教授的助理 他告诉凯尔 教授之前一直研究人脑开发 并对凯尔进行了测试 但结果让助理震惊了 凯尔在60秒看了100张图片 他居然一张不漏地记了下来 可就在这时 凯尔在柜子里发现了一张照片 坐在教授旁边的男子 不能说跟凯尔长得很像 只能说一模一样 但照片的日期却是1985年的 难道说凯尔是穿越过来的吗 在助理的带领下找到了教授的秘书 秘书告诉他们照片里的男人叫亚当 是教授最优秀的学生 凯尔提出想见一下亚当 可秘书说亚当20年前就失踪了 随后他们拿出教授的研究资料 很快凯尔便找到了一条线索 上面画着神秘组织的图案 还有一串数字符号 爸爸打来电话询问他们结果 姐姐说出了凯尔的发现 爸爸吩咐他们赶紧回家 可就在姐姐上厕所的时候 凯尔和小男友来到了那个坐标的位置 凯尔独自一人前去一探究竟 可没走多远前面就被铁丝网封死 正当凯尔翻越铁丝网的时候 背后突然出现一个蒙面人将他拉了下来 随后两人扭打在一起 好在凯尔身手敏捷 转身将他的面罩扯了下来 原来是保安汤姆 他说自己是在保护凯尔 并让凯尔不要继续深究 否则艾米一家都会有危险 回到家他跟艾米说什么也没发生 自己也不想追查了 只想这样跟他们一起生活 可就在这时神秘组织通过监控发现了凯尔 负责人很惊讶他还活着 原来凯尔是代号78127的试验品 科恩教授也是组织的成员 负责处理掉凯尔 没想到却被汤姆救了下来 而就在这时组织也查到了汤姆 猜出了他杀害科恩教授救下凯尔的事情 或许汤姆就是他们找到凯尔的唯一线索 而汤姆每天都会给一个神秘人汇报凯尔的情况 那个神秘人又是谁呢 这个大脑开发已超过赛哥的凯尔 今天又开发了一项新的超能力 他不仅可以根据嘴唇蠕动辨别说话的内容 而且还可以在几百米的距离听到别人说话 但长时间使用超能力就会导致头晕 发现自己有了超能力 原本为了艾米一家安全放弃追查的事情 突然决定继续调查 于是他找到了小男友迈克 让他帮忙找到汤姆的住址 迈克使用美男计成功拿到汤姆的住址 在两人赶过去的同时 汤姆也被神秘组织的人找到 而汤姆的反侦查能力也不是盖的 他警告男人离凯尔远一点 接着两人便来到汤姆的住处 在门前凯尔用超能力听到汤姆在打电话 但还听到了艾米和姐姐的声音 凯尔以为他们也在里面 于是等汤姆出门的时候 两人翻窗来到汤姆的房间 原来汤姆一直在监视着他们一家人 这时汤姆赶了回来 凯尔听到动静两人赶紧逃走 受过专业训练的汤姆发现显示屏亮着 就知道有人闯了进来 通过窗口他发现了逃跑的两人 同时凯尔也被神秘组织的人盯上 随后两人来到了游乐场 组织的人也跟踪到了这里 看到邻家小美和男友也来到这里 凯尔利用超能力拐走小美去玩游戏 在玩游戏的时候 凯尔看到汤姆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于是努力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但由于灯光的原因凯尔出现头晕 这时组织的人把汤姆打晕 然后拿着枪瞄准凯尔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凯尔因为用脑过度 突然倒地抽搐不止 组织的人见没了机会便离开了 医生告诉艾米凯尔一切正常 可能是因为用脑过度造成的 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些检查结果早已被组织的人安排好 迈克劝凯尔把真相告诉艾米 因为他们是你的家人 当凯尔准备将真相告诉艾米的时候 却被赶来的佛波罗打断了 他还带来了自称是凯尔父母的夫妻 女人的嘴巴男人的下巴 都跟凯尔非常的像 他们说凯尔几年前突然失踪 之后一直在寻找 出生时因为器官生长错位 经过手术所以才没有肚脐 还说出了凯尔喜欢睡浴缸的习惯 并且还带来了凯尔小时候的相册 晚上凯尔独自一人翻看照片 然而凯尔对两人却没有一点印象 于是来到监控前 让汤姆告诉他真相 直到把监控扯坏 第二天医院打电话说凯尔跟他亲生父母 临内匹配 一家人都非常失落 就在这时凯尔走了过来 而艾米他们却劝说凯尔让他接受现实 跟他亲生父母一起生活 这让凯尔感到非常的难过 于是独自一人出来散步 但他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组织的人跟踪 接着后面突然出现一个人 用毛巾把凯尔迷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就已经在车上了 这时凯尔也想起了之前的一切 亚当也是组织的人 后来离开了组织 而凯尔就是他的试验品 科恩负责处理掉凯尔 汤姆却杀了科恩就下了凯尔 原来迷晕凯尔的是汤姆 他把凯尔带到森林 就是为了让他想起之前的一切 这时凯尔听到远处有人 正是跟踪他们的人 幸好凯尔及时发现 两人赶紧逃跑 而汤姆却不幸被打中肩膀 他们逃到车上 可凯尔没有开过车 他凭借自己独特的超能力 把车开走逃了出去 之后汤姆也把一切都告诉了凯尔 他让凯尔跟着那对夫妻走 只有这样才能让艾米一家彻底安全 到了地方就会知道一切 回到家的凯尔就像变了一遍 然后凯尔还详细地说着以前的事 父母带他看椰子树 乘坐彩虹帆船 而夫妻二人也很高兴地配合着 第二天迈克问他事情的原因 他知道凯尔在撒谎 而凯尔为了保护家人什么也没说 随后他与家人告别后准备离开 在上车前凯尔告诉迈克 在房间里给他留了东西 凯尔走后艾米看着全家的照片 忍不住哭了起来 迈克来到凯尔的房间 打开凯尔留给他的东西 却发现凯尔昨天的回忆 都是照着书上面的 彩虹船就是留给迈克的礼物 原来两夫妻也是拿钱替别人办事 他们把凯尔送到了一栋别墅 而在这里等待他的 就是汤姆一直联系的神秘人亚当 凯尔就是根据亚当的基因 制作出来的克隆人 神秘组织一直在研究超级战士 组织认为凯尔是个失败的试验品 在准备处理掉的时候 被离开组织的亚当安排汤姆救了下来 组织得知亚当找到了凯尔 准备启用78128号女版亚当 继续展开对凯尔两人的追杀 你见过隔空操控物体吗 如果大脑开发到一定程度 那就可以跟他一样随意控制物体 亚当之所以有这种超能力 因为他也是一个试验品 他还是胚胎的时候 在母亲肚子里长达13个月 大脑得到了充分的发育 就是智商也远超过爱因斯坦 而在他身边的男孩凯尔就是他的试验品 不同的是凯尔是在亚当发明的培育舱里诞生 而且在里面培育了16年 这就是凯尔刚出生就16岁 而且没有肚脐的原因 本来他发明这项技术是为了造福人类 后来发现组织另有目的 于是便离开组织 让汤姆留在组织当卧底 当他知道要把凯尔处理掉时 汤姆只能冒险把凯尔救了出来 现在他们也将面临着组织的追杀 因此凯尔跟艾米一家联络时间也不能超过两分钟 而亚当不断帮助凯尔开发大脑 让凯尔拥有更强的超能力 晚上凯尔在跟姐姐罗莉视频聊天时 突然听到一阵声音 原来是亚当摔倒了 凯尔询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让大脑做一些超凡的事情 肢体就会出现萎缩 而凯尔的大脑要比他发达 他让凯尔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否则很可能会阴连早逝 这时凯尔突然想起网络还没有关掉 很可能已经被组织追踪到 凯尔怕地址被组织查到 他问亚当要不要告诉汤姆离开这里 而亚当并没有选择离开的意思 他知道凯尔的大脑比自己的还要发达 要把自己所有的研究都交给凯尔 让他造福人类 第二天他像一个父亲一样 教凯尔使用超能力 就在凯尔对操控物体 刚有点起色的时候 亚当却遭到组织的枪杀 汤姆怕组织继续追杀凯尔 于是决定消灭组织的基地 而凯尔却奋力阻止 因为他不希望任何人遭受伤害 而汤姆为了凯尔的安全 不顾凯尔的反对 独自一人来到组织 还带着几个定时炸弹 准备来个一锅会 当他来到一个房间里 发现培率舱里 代号78128的女凯尔 这时他从监控中 看到凯尔也跟了过来 凯尔在寻找汤姆的时候 突然被一间房间深深吸引 而房间里的女凯尔 也感受到了凯尔 心跳也随之加快 当凯尔准备进去的时候 却被汤姆一拳干晕 随后放满炸药 便把凯尔带了出去 而醒来的凯尔还想回去阻止 这时基地也随之发生了爆炸 汤姆不顾一切的保护者凯尔 却换来凯尔的不理解 他希望凯尔能好好学习亚当留下的技能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而这时的凯尔却选择重回艾米家 他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而不是做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类 最后两人约定好之后 汤姆也同意了他的选择 就在艾米一家 还没从凯尔离开的失落中走出来时 凯尔突然出现在了家里 毕家人都非常的欣喜 凯尔也重新找到了家的温暖 就在这时代号78128的女凯尔出现在被炸基地的树林里 这个女孩只穿了件衬衣就跑到大街上 她对什么都感到好奇 看到老头坐在那里也学着坐下 摸了一下老头的脸 老头高兴地感觉自己的春天来了 而女孩也学着她微笑起来 突然女孩心跳加速 她看到不远处的凯尔 凯尔也有一样的感觉 但她没有多想就离开了 女孩跟凯尔一样 现在一切都如同孩子 但她刚来到这个世界就制造了一场命案 就在几个小时前 她光着身子在树林里被一个男人发现 男人觉得这是上天的温慈 磕了口胡特甲 刚准备做点什么 却被女孩抓住脖子 给她来了个举高高 不一会男人便领了喝饭 这时女孩也被公司的人盯上 创造她和凯尔的组织就是这个公司的实验机 公司得知女孩并没有死 于是派女客公霍兰德抓回女孩 随后霍兰德来到案发现场 她看到树上的匕首 还意识到女孩有多强大 亚当的好友找到了艾米 她告诉艾米凯尔的亲生父母因车祸身亡 希望艾米一家能成为凯尔的永久监护人 为了更好地保护凯尔 汤姆搬到了离凯尔更近的地方 凯尔告诉汤姆他想把一切都告诉艾米 汤姆却直接拒绝了 因为凯尔是人造人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否则可能会引起社会恐慌 两人还因此大吵一架 就在两人争吵的时候 凯尔的超能力突然不受控制地使用出来 屋顶的玻璃突然碎落 还好凯尔的超能力比较厉害 没有让整块玻璃掉落下来 另一边霍兰德沿着痕迹找到了公园 他根据老头的指引 在一个集装箱里发现了女孩 只见女孩拿着东西不停地敲打 他趁女孩不注意 用麻醉枪让女孩进入了梦乡 随后打电话通知公司的人 公司的人看到女孩的作品也非常的震惊 他们还发现一幅凯尔的画像 女孩跟凯尔一样能够把看到的画出来 随后亚当的朋友找到了凯尔 他带给凯尔一样东西 这也是亚当留给凯尔唯一的东西 被制造出来的有两个人 公司知道了另外一个男孩还活着 现在的女孩连话都不会说 经过公司的改造 昨天还是一个孩童般的女孩 现在变成了青春美少女杰西 此时的霍兰德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杰西今后也变成了霍兰德的妹妹 她的任务就是去对付凯尔 现在的凯尔也正在接受汤姆的训练 给他看了很多普通人的超强记忆 最终选择了炭火这种方法 为了激发自己的意念能力 凯尔光脚在木炭上行动 可还没练习几遍凯尔便接到一个电话 让他来参加晚会 林家小美也在哦 于是凯尔便要离开 汤姆奋力阻止 而凯尔却说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不想去改变世界 说完便转身离开 原来今天是小美跟男友的两周年纪念人 她想在今晚从女孩变成女人 罗莉跟闺蜜却坚决反对 原来男友是个渣男 在晚会上明目张胆的撩妹 就在她准备想干点什么的时候 却被赶来的迈克打断 女人只能先去小木屋里等她 迈克告诉了她一个不好的消息 你最好在小美不属于你之前找到她 凯尔刚准备告诉小美男友的违缘 却被赶来的男友阻止 而这时凯尔好像被某种熟悉的力量吸引 原来那个女孩杰西也来到了晚会 两人对视了一下 凯尔便被小美的男友打断 嚣张的她还想对凯尔动手 可她的攻击对凯尔毫无反应 幸亏迈克及时赶来阻止 才让这小子没有去见他老了 旁边的屋子突然发生爆炸 刚才等着男友的女孩还在里面 这时凯尔想起了白天的训练 意识克服物质 随后便直接冲了进去 很快就出了那个女孩 但她身上也已经着火 迈克赶紧扑灭她身上的火 却发现她只是衣服烧破 皮肤却没有半点伤害 迈克疑惑了一下 他知道凯尔的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 于是赶紧让凯尔离开 但还是被艾米撞上了 回到家他阻止了艾米的询问 而艾米说并不在乎他的奇特 并为他在大火中 就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而感到新闻 凯尔似乎也领悟到了什么 霍兰德假装被艾米撞倒 咖啡泼了一声 艾米赶紧道歉 霍兰德非但没有生气 还说两年前听过他的讲座 遇见了粉丝艾米更是感到愧疚 于是留下名片说清洗后找他报销 霍兰德的第一步计划成功 回到家的艾米也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因为公司被人收购 丈夫也因此失业 第二天霍兰德便找到了家里 还带来了清洗衣服的收据 接着又说自己的妹妹杰西有病 希望艾米能帮忙治疗 从来没有接过私活的艾米 在女人的苦苦哀求下 又想到丢了工作的丈夫 只能勉强答应了下来 另一边凯尔每天四点半准时起床 偷偷溜出家门 接受着汤姆的特殊训练 而且还要在家人起床前赶回家里 因此他只能早上和放学后训练 他需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强大 这样在使用超能力的时候 就不会伤害到自己 因为强大的大脑需要强壮的身体来支撑 这天汤姆无意间在电视上 得知被炸毁基地里的那个女孩还活着 于是打电话让凯尔加强训练 虽然是星期天休息时间也要继续训练 汤姆知道公司的人会利用女孩来对付凯尔 为了激发凯尔的潜能 汤姆把所有的安全装置全部卸掉 然后自己悬挂在百米高空 果然凯尔直接从十几米的距离飞了过去 并成功把汤姆救了上来 虽然凯尔是偷偷训练 但还是被路过的迈克发现 本来对凯尔超能力就有疑惑的迈克 便偷偷跟了上去 发现凯尔竟然还跟汤姆在一起 在他的印象中汤姆是个危险人 随后来到网吧查询 可结果一无所获 于是偷偷来到训练基地查看 当他回到车里的时候 却发现车子里有一封信 里面是他跟踪凯尔的照片 还有一个小纸条 罗里有危险 为了激发自己的超能力 他每天四点半起床 接受着特别的训练 而今天他又开发了一项超能力 用黑布蒙上双眼 然后开始感知世界 他看到失业的父亲在床上翻来覆去 艾米在为治疗病人做准备工作 乔治在加班玩游戏 罗里在伤心地弹着我心爱的小吉他 随后他的感知继续延伸 来到了隔壁邻居小美家里 就在凯尔想进入他的梦乡时 突然一个黑影出现 小美被声音惊吓地赶紧起床 凯尔急忙走出太空域 一阵小跑来到小美家 看到小美没事 凯尔便追了上去 刚准备使用超能力寻找 突然一辆车朝他飞速开来 凯尔快速躲闪 随后佛波了赶来 但谁也没看出他的母娘 幸亏只是个小偷 小美父亲留给他的手镯丢了 但未来丈母娘却不是很喜欢凯尔 直接开门让凯尔离开 第二天霍兰德带着杰西来治疗 杰西突然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感觉 而正在画画的凯尔也被这种感觉打断 随后艾米把杰西带到了房间 凯尔跟着感觉来到门口 杰西说门外有人 可当艾米打开门却什么也没发现 罗莉跟男友麦克闹分手 离开的时候刚好碰到杰西 两人像急了一见钟情 而这都被罗莉看在眼 为了帮小美抓到小偷 凯尔打开小区的鸟看图 通过分析小偷的作案时间和地理位置 最后确定出下一次的作案地点 晚上跟罗莉两人守住带图 果然小偷出现了 于是罗莉直接报警 第二天碰到小美 才知道是凯尔帮忙抓住的小偷 可小偷却没有拿小美的手镯 不过在小偷身上发现了嗨药 小美怀疑是小偷用手镯抵押换来的 为了找回小美的手镯 凯尔跑了很多家当铺 就在第七家凯尔发现了手镯 罗莉刚要报警 老板却说三周前就已经在这 而且还有收局 竟然是小美的妈妈来当了 凯尔没有钱买回去 于是用亚当留给她的戒指交换了手镯 她来到小美家 并没有把手镯直接给小美 而是询问小美的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还是被在家的小美看到 小美询问怎么找到的 然而凯尔却不知道怎么回答 晚上凯尔在浴缸里想着这件事情 而小美却找到凯尔 并给她说了妈妈卖手镯的原因 还把当手镯的钱还给了凯尔 第二天凯尔来赎回戒指 可老板说早已经被人买走 爸爸来一家公司面试 而那枚戒指却戴在这家公司的老板手上 这个男孩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当他过去查看时 却被乔治打断 随后凯尔的大脑一阵疼痛 这时杰西走了过来 两人第一次见面 地面就开始剧烈震动 难道人造人见面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回到家凯尔告诉艾米说 自己能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而艾米却安慰凯尔说这只是唤醒 凯尔来找小美向她倾诉 而此时的小美却非常的忧伤 为了帮母亲减轻生活压力 她把车子和钢琴都卖了 凯尔赶紧安慰 这时快递员过来送信 凯尔在信件里看到他幻想中的那张明信片 他找到汤姆 看能不能从亚当留下的东西中找到线索 可当他碰到一本书时 再次进入幻境 幻想中他看到亚当 随后递给凯尔一张纸条 突然被汤姆唤醒 汤姆说纸条是你自己写的 跟那张明信片对比 上面的字迹也是一模一样 汤姆又说明信片是你自己寄给自己的 可凯尔并不记得自己寄过 汤姆对凯尔说现在只能相信他 回到家凯尔躺在浴缸里幻想 过去的一切清清楚楚地呈现在脑海里 这时他再次进入幻境 亚当告诉他要用独特的眼光看世界 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凯尔 这次凯尔不仅可以在线记忆 还可以从任何角度改变记忆 他看到了亚当留给他的东西 于是赶紧回到基地寻找 很快便找到了亚当留给他的光盘 他把光盘放进电脑 里面却只有一阵嘈杂的声音 线索再次中断 乔治的车子坏了 爸爸搞了半天都没弄好 凯尔只用了17秒便把车子修好 晚上凯尔拿着光盘发呆 沿着浴缸慢慢下滑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随后拆来了车上的音响 再跟浴缸连接在一起 然后把浴缸里放满水 果然听到了亚当说的话 费这么大功夫 亚当却只留下简短的几句话 凯尔感到很奇怪 他跟罗莉来参加晚会 在罗莉展示吉他的时候 麦克却被杰西撩走 两人来到外边准备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而凯尔还沉浸在光盘中 这时他看到调音盘上来回变动的数字 每个声音都代表一个字母 通过数字找到对应的字母 然后把这些字母组合起来 很快凯尔便找到亚当留下的答案 一直对他很是照顾的汤姆竟然不可信 而这时汤姆刚好发来信息 说要离开一段时间 这让凯尔非常的不紧 第二天上学周围的一切都让他没有安全感 幸亏小美的出现才让他缓过来 小美还要请他去参加舞会 可聪明的凯尔却对舞会一窍不通 经过罗莉和闺蜜一番解释 才知道小美要和他约会 这边杰西第一天上学 刚走进教室就把查理迷得目瞪口袋 刚想上去打招呼 查理直接懵了 对约会有阴影的凯尔 在艾米的开导下找到了自信 就当艾米走开倒水的时候 凯尔突然感到那股熟悉的力量 来到自己的房间发现杰西躺在他的浴缸 原来杰西也喜欢浴缸床铺 凯尔还发现车载音响也被修好了 晚上杰西在跟迈克交朋友 却被赶来的霍兰德打断 二话不说就把迈克赶走 霍兰德不允许他跟迈克交往 这时杰西感到头部疼痛 灯光也跟着乱闪 因为约会而焦虑的凯尔独自在发呆 小美过来关心 凯尔鼓起勇气向小美表白 而小美也刚好喜欢凯尔 随后两人在一起看了一整夜的星星 舞会这天 凯尔正吃着他最爱的酸酸糖 突然与杰西相碰产生静电 杰西随口就说出了其中的原理 凯尔问他怎么修好的音响 而杰西却说看到就会 自己也没办法解释 凯尔一脸疑惑 难道有跟自己一样天才的人吗 舞会开始 为了在小美面前露一手 只看了一回乔治跳动 凯尔就马上能一起跟着跳起来 舞会来到高潮 凯尔和小美两人 含情默默地看着对方 这时霍兰德突然出现 看着杰西跟迈克抱在一起 抓住杰西就要把他带走 杰西超能力再次不受控制 周围灯光乱闪 但这并不影响凯尔功夫 就在要进行下一步的时候 杰西突然发火 所有的灯泡全部爆炸 就这样一个美好的舞会泡汤了 小美也到了回家的时间 约会也只能改到下次了 原本凯尔跟迈克是知己 却因为自己隐瞒绅士 导致两人的关系僵硬 迈克也因此生气离开 唯一信任的汤姆已经消失 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 凯尔决定告诉迈克自己的一切 迈克也给了凯尔一个文件 里面都是他跟踪凯尔的照片 还有对罗莉的警告 迈克怀疑是汤姆干的 另一边罗莉收拾完舞会 出来倒垃圾时 却突然遭到袭击 第二天凯尔却因为 自己没能阻止悲剧而内容 幸好只是迈克送给他的项链被偷走 可或不担心 医院打来电话说 史蒂文的爸爸在医院命悬一线 原来史蒂文自从跟父亲闹翻 就一直没有过联系 凯尔跟史蒂文来医院看望爷爷 新电波突然颤抖 凯尔也因此出现剧烈头痛 回到家凯尔拿出画笔 就是一顿输出 他竟然画出了一个教堂 史蒂文父亲就是这个教堂的会员 奇怪的是教堂几年前就拆迁了 史蒂文认为凯尔肯定在家里照片看到 可翻遍所有的相册 也没有教堂的照片 就连凯尔自己也无法解释 晚上凯尔坐在浴缸里哭响 难道这又是一项新的超能力 带着疑惑凯尔睡了过去 第二天地上一团糟 满身都是涂料的凯尔看到眼前的这幅画 瞬间惊呆了 史蒂文也为此非常震惊 因为这幅画跟他父亲家一模一样 难道爷爷想告诉凯尔什么 原来爷爷一直信教 而史蒂文却只相信科学 也因此两人关系闹僵 史蒂文给父亲写的信 却被父亲当面撕碎 此后两人的关系直接决裂 他把父亲最爱的圣经带到了医院 认为这是父亲给凯尔传达的信息 凯尔再次集中精神在爷爷身上 看能不能找到爷爷要留下的医院 小美找到凯尔 说着也许是爷爷想给你传达更多的信息 晚上凯尔来看爷爷 但却只发现十五和十一两个数字 凯尔却不明白代表什么 这时史蒂文想起了圣经中父亲最喜欢的章节 打开圣经里面果然夹着一张纸 原来是史蒂文曾经写给父亲的信件 父亲不仅把信粘好 还一直保留着 这也解开了史蒂文多年的心结 虽然父子难免有争吵 但父亲对儿子的爱永远都不会灭 父亲也安心地离去 史蒂文对凯尔表示感谢 凯尔的存在让他感到非常的高兴 凯尔也因为在这个家庭感到欣慰 罗莉来到学校 却在学校的书柜里发现了丢失的那条项链 杰西因为有自己的想法 却被姐姐送进公司 公司的人将会对杰西做什么呢 几人为了寻求刺激来森林探险 在这里杰西发现了一棵树上的伤疤 这就是他前段时间的案发现场 可现在的他经过公司改造已经不济到 就在这时罗莉突然闯进了一个山洞里 凯尔和麦克走了进去 这里是凯尔和杰西出生的地方 突然出现一个身影 随后他走进了过去的记忆 他看到亚当在慌忙地打开一个保险箱 但却被科恩派人抓走 在准备把亚当带走的时候 却被泰勒推进一个房间里 从他跟科恩的谈话中得知 原来背叛亚当的不是汤姆而是泰勒 凯尔也根据记忆找到了那个保险箱 可却不知道密码 这时他又看到汤姆的身影 于是便跟了上去 再次回到过去 他看到培育舱中的自己 凯尔之所以能看到这一切 因为他在被注入知识的时候 复制了组织的所有信息 包括摄像头的数据 所以他才能看到过去的一切 科恩发现他有了自主意识 于是切断供养系统 让凯尔就此灭亡 最后是汤姆把他带了出去 并救活了他 另一边杰西也跟着走了进来 爆炸的记忆瞬间呈现在他的脑海 害怕的他情绪不受控制 超能力导致天然气管道泄漏 凯尔意识到了危险 他根据脑海中的记忆 找到了一条逃生路线 让其他几人先走 自己去救杰西 找到了杰西 把他送到外面后 凯尔又返回了基地 他要取回亚当留给他的东西 根据亚当的开锁动作 把保险箱顺利打开 取出东西后 因为吸入太多的天然气 刚走出基地便倒地昏迷 幸亏小美的一顿甜蜜操作 才让凯尔苏醒过来 随后他带着东西找到回来的汤姆 汤姆告诉他 亚当留下的影音被人篡感过 但凯尔已经知道汤姆是可信的 而打开这个箱子需要一把钥匙 凯尔从开锁形状发现钥匙 就是亚当留给他的那个戒指 就在凯尔一筹莫展时 史蒂文带着老板百伦来家里做客 在吃饭的时候 凯尔发现百伦手上戴着的 正是那枚戒指 随后凯尔以研究课题为由 跟着史蒂文来到公司 而百伦也想得到凯尔脑海中的记忆 所以对凯尔的到来非常欢迎 公司戒备森严到处都是摄像头 还要经过两道视网膜检测 在进入核心实验室时 身上所有的金属制品全部取下 当然百伦也要把戒指摘掉 这或许就是拿走戒指的最佳时机 他仔细观察输入的密码 来到实验室 百伦让凯尔体验一下自己的遗体 但被聪明的凯尔果断拒绝 凯尔找到福斯商量对策 麦克的出现却让汤姆非常生气 因为他们的秘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但为了能顺利拿到戒指 汤姆也只能放下一切 三人对公司地图做出详细的计划 随后凯尔打电话给史蒂文找借口去公司 在凯尔进入公司的时候 百伦也刚好准备进入实验室 汤姆打电话支走办公室的助理 凯尔趁机进入百伦的办公室 根据记忆中百伦输入的密码 成功进入公司的主机系统 然后调转摄像头 更换视网膜检测信息 麦克故意在公司大门图抹 被假装保安的福斯压进公司 两人也成功混了进去 汤姆用视网膜完成开锁 凯尔在通过电脑将助理锁进电梯 一切准备就绪 就在汤姆准备输入密码拿到戒指时 却被赶来找父亲的罗利打断 此时凯尔在百伦的电脑上 发现了公司与组织的关系 还发现了另外一个 跟自己一样被制造的人 史蒂文他们从实验室走出 汤姆赶紧打电话通知凯尔撤离 百伦走进办公室感觉有异常 幸好被保安叫走 没有发现门后的凯尔 就在几人坐电梯准备离开的时候 百伦从后面追了上来 于是凯尔来个将计就计 他让迈克破坏掉电梯感应 然后计算出距离和时间 按下电梯关门键 凯尔顺利拿到戒指 真是不得不佩服这个精神小伙 百伦发现戒指不见了派人封闭公司 然而他们在逃跑的时候 迈克一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 为掩护两人逃走 汤姆选择断后 凯尔两人逃了出去 汤姆却被他们抓到关了起来 随后泰勒找到百伦 百伦以为戒指就是一个传家宝 从泰勒的口中得知戒指的重要性 而回到家的凯尔用戒指打开了盒子 这个尘封16年的盒子再次被打开 而盒子里却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男人是亚当 但另外一个却跟杰西长得一模一样 这是我见过最有爱心慈善挑战大赛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力 就能赢得一辆超炫豪车 规则是要有一只手放在车上 只能站着不允许坐下或靠在物体上 坚持到最后的人就能开走他心爱的小摩托 在第一轮4000选20中 凯尔和杰西同时被选中 凯尔不想参加 但麦克却说这是询问杰西身份的好机会 乔治没有被选中 但他只花了8块钱就买到参赛资格 比赛开始 乔治让凯尔使用超能力透露点内幕 凯尔笑了一下 穿红色短袖的小伙心跳很快 是一个很强的对手 穿高跟鞋的女人最多坚持一个小时 另外一个男孩有点过敏 最多10分钟 但对于杰西 他却无法看穿 这边刚说完 过敏的男孩就被淘汰 时间到了一个小时 穿高跟鞋的女人也被淘汰 随着时间的过去 很多人都坚持不住 但现在的凯尔却特别有精神 因为他还没完成自己的计划 随后他走到杰西的身旁 在跟杰西的聊天中得知杰西有很多的烦恼 凯尔想去安慰他 在触摸杰西的瞬间 突然看到杰西脑海中的记忆 凯尔告诉杰西看到了他的思想 在询问杰西的时候 却让杰西很害怕 于是赶紧离开凯尔 为了给凯尔加油 小美也来到了挑战现场 还给凯尔带来他最爱的酸酸糖 有这样的贴心女友赛哥都羡慕了 另一边罗莉的闺蜜 在查看采访视频时 被乔治的女友看到 原来乔治是花钱买的参赛资格 在红色短袖小伙 坚持不住被淘汰的时候 女友生气地走过来质问乔治 两人也因此大吵一架 随后乔治也被淘汰 最后只剩下杰西和凯尔两人 罗莉跟迈克一起观看以前舞会的视频 在舞会结束时 发现杰西手中拿着罗莉的项链 原来杰西就是打晕他的凶手 他简直不敢相信 就在罗莉赶去找杰西时 杰西让凯尔帮他查看一直害怕的记忆 随后两人食指向口 然后便看到被公司抹去的记忆 就当他看到姐姐霍兰德的时候 所有灯光火花四见 原来是姐姐暗算了自己 就在这时两人直接被弹飞 幸好都没有受伤 凯尔也知道了杰西的身份 在杰西的追问下 凯尔也说出了一切 随后他掀开了自己的衣服 杰西也惊讶地掀开了自己的衣服 两人都是没有肚脐的试验品 他用手去抚摸凯尔的肚子 却被赶来的小美壮了个寂寞 场面一度尴尬 这个天真的女孩怎么能接受这样的场面 而凯尔却解释说只是在聊天 再天真的女孩也不会相信了 小美伤心地离去 回到家的霍兰德 发现自己的女儿被杰西挟持 凯尔看着小美的照片 在思考人生的时候 艾米找到凯尔告诉他杰西潜逃了 知道真相的杰西 来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 杀人的经过清晰地呈现在他脑海里 他害怕那个黑暗中的自己 因为杰西的失踪 艾米为了安全不允许他们外出 这时霍兰德打电话给凯尔 让凯尔一定要找到杰西 不然他的家人就会受到伤害 凯尔准备跳窗离开 却被艾米发现 凯尔来不及解释 为了这个家的安全 他必须离开 这时杰西来到河边准备结束了自己 幸好凯尔及时赶到 在凯尔的安慰下杰西走了下来 就在两人准备上车离开的时候 凯尔突然想到汤姆对他说 戒指有他需要的一切 他拿出那张照片给杰西 但杰西却不记得自己拍过这张照片 根据照片后面的提示 凯尔发现戒指里的秘密 通过灯光的照射 呈现出一幅指向12号公路的地图 在一个餐馆广告牌这里 就是照片上的拍摄地点 两人刚进入餐馆就被老头认出 他把两人当成照片上的人 孙女过来说爷爷认错人了 但老头直接说出了 两人喜欢吃的东西和喜欢的歌曲 杰西在一边的唱片中发现了这首歌 但唱片却不在里面了 从女孩的口中得知 12号公路已经被洪水冲坏 小美在收拾行李的时候 看到凯尔给自己画的画像 用手抚摸的时候 凯尔似乎感应到一样 脑海中回想起跟小美快乐的时光 却被突然闯进来的杰西打断 这让凯尔感到非常的害怕 没有肢体的接触 杰西就能进入他的思想 杰西说出了公司 想要得到凯尔的记忆 但凯尔却选择相信杰西 随后两人来到了12号公路 这里已经荒废 两人走了进去 但树林深处 他们发现了一个房屋 走进去发现这里 已经很久没人居住 凯尔发现一个暗门 但上面有一个密码锁 经过试探 他想起了老头说的那首歌 于是打电话找小美求助 小美找到了歌谱 并弹奏了出来 凯尔输入歌曲 果然打开了房门 走进房间 却发现躺在床上的亚当 这让凯尔很是不解 亚当明明已经中枪身亡 他试着呼叫亚当 发现新电波有了反应 凯尔用超能力跟亚当交流 但几次都没有反应 于是让杰西帮忙一起 两人双手相连 超能力开启 顿时光芒四射 脑电波也有了反应 杰西害怕地跑走 原来杰西入侵了凯尔的大忙 取走了公司需要的记忆 凯尔一直追到悬崖边 两人也因此打了起来 很明显杰西不是凯尔的对手 但凯尔不想伤害杰西 他问杰西为什么要偷走他的记忆 另一边艾米一家也发现了凯尔的异常 他们知道迈克知道其中的秘密 但迈克什么也没说 就在这时汤姆突然出现 汤姆意识到艾米已经知道了凯尔的异常 可汤姆并没有说出凯尔的身世 他认为这应该由凯尔亲自来说 凯尔回到了家里 一家人也在等着他的回来 他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了家人 家人不但没有拒绝他 还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凯尔说要对付麦达公司 在一期提取他大脑信息的时候 破坏他们的主机系统 史蒂文说实验室跟主机没有连在一起 他愿意帮凯尔连接主机 于是决定在公司展会上动手 展会这天凯尔找到百伦 要用脑中信息换取家人的安全 可来到实验室百伦却说凯尔对他没用 原来杰西没有死 他将抠去凯尔的信息全部写了出来 这边史蒂文在连接主机的时候 却被霍兰德发击 两人都被关进了房间 他们早就知道凯尔会来 故意给他们做的陷阱 但凯尔却一点也不慌张 因为杰西得到凯尔脑中的信息是打乱了 没办法完整地写出来 就算从杰西的脑部提取出来 也要57年才能完成 他们对杰西脑部信息进行提取 杰西强烈的情绪让凯尔感受到了异常 杰西走进幻想 他跟艾米一家欢快的生活 这时凯尔进入到他的幻想中 他看到电视上播放的案发现场 罗莉头上的伤疤和自己抢走的那条项链 随后躲进浴缸里 凯尔在一旁安慰他 接着凯尔使用超能力让杰西从幻想中走了出来 两人产生巨大的能量让电脑所有数据丢失 随后凯尔被带到了仪器上 然后开始对凯尔脑部信息进行提取 霍兰德趁机把杰西放走 逃走的杰西在电梯里遇见了艾米 艾米安慰杰西 并让他帮助凯尔 杰西经过努力成功进入凯尔的幻想 两人双手相握 超能力再次展现 关着史蒂文房间的玻璃瞬间破碎 史蒂文跑了出去 然后把主机线连接上 随后主机系统全部损坏 也因此导致全程停电 杰西也晕倒过去 百伦因为背着公司做这些事情而被开除 杰西消耗太多能量而住进医院 他的身体没有凯尔的强壮 所以凯尔没有事 从危险中走出来的一家人欢快地吃着烛光晚餐 但这是一个自称杰西父亲的男人来到了医院 还拿着那张照片说是他拍摄的 几人一起来参加一年一度的展会 凯尔只看了一下大厦模型的外观 这把工作人员整得是一头雾水 随后老板找到他 因为他的建议让公司节省了一千万 准备聘请凯尔当技术人员 却被赶来的乔治结了胡 他想让凯尔学医 然后医好自己患癌症的女儿 凯尔拒绝了他 告诉他自己的梦想要自己去完成 杰西也来到了展会 他告诉凯尔泰勒就是他的父亲 泰勒还把照片上沙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杰西就是沙拉的基因创造出来的 随后两人来到天台上 杰西邀请凯尔一起展示超能力 凯尔怕被其他人看到于是拒绝了他 转身刚要走 却发现杰西不见了 赶忙过去查看 发现杰西已经在楼下站着 凯尔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罗莉的闺蜜邀请他看自己一个点赞量不万的采访 发现后面一个人从18楼直接跳了下来 闺蜜以为是谁在视频上搞的鬼 而罗莉看出了跳楼的人就是杰西 凯尔找到杰西 劝他不要炫耀自己的特性 知道的人越多对他们就越不利 杰西答应了他 回到加凯尔把这件事告诉了爸妈 接着史蒂文又给他看了一个新发布的视频 杰西竟然在展示水上飘 艾米也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随后他找到杰西的父亲泰勒 把杰西炫耀特技的事情告诉他 让他想办法劝说杰西停止下来 而现在的杰西已经上了学校的热门 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霍兰德找到了杰西 他是来挖掘有潜力的同学 加入到自己的公司 被赶来的凯尔制止 他再次劝说杰西不要炫耀自己 但杰西根本不听劝 他不想隐藏自己 只想多长点粉丝 晚上泰勒来找凯尔 还拿出了凯尔当掉的那个戒指 原来那个戒指是被泰勒买走的 而凯尔现在拿的这个戒指是百人负起来 所有的先知都有一枚戒指 泰勒也是其中一员 他知道凯尔对自己印象不好 但希望凯尔能帮助杰西 第二天他们聚集在学校天台上 为了让杰西表演跳楼特技 故意嘲讽他 还说出了他袭击罗莉的事情 杰西为了证实自己答应表演 随后来到天台边缘 凯尔过来劝说 但杰西坚决要跳一次 凯尔看了看地上的水 就在杰西准备跳下去的时候 凯尔利用天台上的水 控制杰西摔倒在天台上 出了丑的杰西落荒而逃 凯尔找到杰西 给他说了很多道理 才让杰西找回自己 晚上回到家泰勒也安慰着杰西 泰勒刚走出房间 杰西就起床来到窗台 然后站在窗台上直接跳了下去 小伙能把橄榄球扔几百米 而且还能准确进球 回头发现自己的女神流血回来 凯尔紧张地心跳加速 周围的车子都跟着起了反应 把小美惊呆了 凯尔还没来得及高兴 凯尔却不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 经过家人的解释 才知道小美可能要跟她分手 凯尔再次找到小美 要跟她谈谈 而小美说她不能出门 这时丈母娘走了过来 原来小美退学了 她把一切责任都怪到凯尔身上 还说以后都不让他们见面 回到家凯尔给小美发信息 直到第二天都没有收到回信 发邮件也是没有任何的回复 于是来到小美楼下弹吉他 同样没有得到一点回应 原来小美带着耳机听音乐 她被母亲囚禁了 手机和电脑也都被母亲收走 罗莉和乔治给凯尔出主意 这时杰西跑过来说要帮忙 他们的谈话被罗希用超能力全部听到 随后她来到小美的家里敲门 小美的妈妈输入密码打开门 发现是杰西 她知道杰西是来帮凯尔的 而被拒之门外 但她却不知自己已经上了贼船 杰西把小美家的密码告诉了凯尔 凯尔在电脑上规划出两家的电路图 随后罗莉往小美妈妈的窗户上扔石头 迫使小美的妈妈把窗帘拉上 晚上凯尔手握彩灯 聚集身上的力量 控制电流通过电线传达到小美的家里 小美也感到了异常 接着台灯熄灭 凯尔打开投影鱼 然后在窗户上写下文字 小美在窗户上看到投影过来的约会地点和房门密码 趁母亲不注意打开密码逃了出去 小伙伴也在为两人精心布置场地 乔治只能牺牲自己扮演小美 罗莉教凯尔约会的一些细节 终于等到小美的到来 两人开始了一场浪漫的约会 在这个紧张的时刻 他们刚要开始做点什么 却被赶来的丈母娘打断 还给小美订了两小时后的机票 原来杰西看到了凯尔约会 出于嫉妒通知了小美的妈妈 由于三人违反家规而被禁足两周 手机也都全部上交 杰西晚上出去也被泰勒发现 杰西撒谎说出去锻炼身体 泰勒为了让杰西变得更强大 明天准备开始一个新的计划 准备睡觉的杰西在枕头下发现了一张光盘 而光盘上有个和照片上一样的标识 凯尔打开电脑收到一个邮件 邮件的内容却是一个图标 正当凯尔不解释突然听到敲玻璃的声音 原来是小美没有上飞机偷偷跑了回来 打算在凯尔这里住一晚上 可是凯尔只有一个浴缸床 为了保持纯洁的友谊 凯尔打地铺让女友睡自己的浴缸 可睡着睡着两人就打破了纯洁的友谊 直到第二天早上凯尔慌忙走出浴缸 因为晚上加班睡过了头 为了不让家人发现 要让小美尽快离开 刚打开窗户却撞上史蒂文 原来今天家里要清洁大扫除 然后史蒂文用梯子把窗户挡住 只能从客厅窗户走 被正在清洗玻璃的乔治看到 但乔治装作什么也没看到 刚转身又被赶来的罗莉撞见 还没来得及解释艾米走了过来 幸好罗莉打了掩护才没有被发现 好巧不巧又遇上福利部工作人员上门调查 原来有人投诉了凯尔 他们都认为是小美的妈妈投诉的 因此一家人都要接受调查 艾米说凯尔在这个家里很好 凯尔的到来他们也非常高兴 兄妹三人也在商量如何应对社工 在乔治的提醒下 罗莉想起了他房间里还有麦克藏的啤酒 就在这时杰西把梯子挪开翻窗户来到房间 凯尔走进房间发现又多了一个 整个房间也充满了火药味 凯尔没时间解释 让他们两个从窗户逃走 却被赶来的麦克用楼梯挡住 原来麦克是来拿啤酒 因为动静太大引起了社工的注意 社工来到罗莉的房间 罗莉站在窗户前做演示 因为房间太暗艾米要打开窗 还好有惊无险 因为社工马上就要跟凯尔谈话 所以要先把杰西弄出去 杰西拿给凯尔一个光盘 这个光盘就是在餐厅唱机里缺失的音乐 就在杰西要离开的时候恰巧被社工撞见 杰西说自己是艾米的病人 这才化解社工的怀疑 马上就要检查凯尔的房间 他要想办法让小美离开 只见凯尔的脚踩在电线上 然后通过电流给小美传达信号 让厨房的电器运转吸引爸妈的注意 最后再来一个隔空打尿 小美顺利地溜走 打开门却撞见母亲 这下真是尴尬遇见尴尬了 原来机场工作人员打电话说小美没上飞机 他猜到小美来找凯尔了 此时的小美也说出了压抑很久的话 妈妈根本就不关心她 从来不为自己考虑 还问她为什么要投诉凯尔 而小美妈妈却说没有投诉 随后小美便被妈妈带走 社工也因此结束了这次调查 她对艾米一家表示非常肯定 艾米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难忘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晚上小美找到凯尔 她已经跟母亲和好 不再强迫她做她不喜欢的事情 接下来她准备找一份工作帮母亲分担 凯尔也不能留她一起睡浴缸了 随后两人不舍得道别 而这时那个社工正在汇报对凯尔的调查情况 这些人手上都带着跟凯尔一样的戒指 本来可以靠脸吃饭的小美却来奶茶店做服务员 安排好工作的经理出去约会 店里便交给了乔治管理 小美第一天上班就把榨汁机搞坏 幸好有凯尔帮忙修理 本来不忙的星期天 因为小美的到来生意却格外的好 没办法凯尔只能义务劳动 杰西来店里找到凯尔 她想找凯尔谈谈 但凯尔现在忙着修理机器 店里也特别的忙 杰西却一点也不理解 于是转身离开 凯尔想去追她 却被小美拦住 小美不希望凯尔跟杰西走那么近 她知道昨天约会失败是杰西在背后搞的鬼 为了不认女友生气 凯尔也只能听小美的 可或不担心 乔治又发现柜台少了钱 她把责任都怪到凯尔和小美身上 而小美怀疑是杰西 因为她之前抢走过萝莉的项链 但凯尔却不这么认为 于是她动用自己的超能力 回忆过去的记忆 直到发现早上钱箱的重量 再根据每张钱的重量 凯尔便计算出钱箱 在放进收银台之前就已经少了 原来是早上经理偷偷把钱拿走去约会了 乔治忙着教小美也忘记数钱 但她也不能拆穿自己的上级 为了弥补丢失的钱 乔治只能开饮料看能不能中个大奖 凯尔根据中奖几率算出中奖概率 乔治这才意识到脑子热了 最后女友把看电影的钱 给乔治用来补去丢失的钱 经理回来数钱却没有少 乔治的话里透露着经理的把柄 但他却没有直接说明 看来小伙离生殖不远了 回到家的杰西跟泰勒说了自己的委屈 这边凯尔因为杰西的事情也跟小美解释清楚 他也慢慢地给小美说了自己的一点绅士 把小美送到了家 凯尔收到了一个短信 是汤姆发来让他到老地方见 来到实验室发现不是汤姆 原来是亚当复活了 在亚当的指导下 凯尔也学会了隔空流水 亚当还告诉了凯尔杰西是泰勒违先知创造出来 现在已经被组织除名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杰西的超能力 让凯尔帮忙观察 他为了让自己变强大 已经连续运动了48小时 随着心率的增加 终于用意念将杯子移动 强附和的训练让他的身体有了反应 但他却不知危险还继续训练 凯尔得知史蒂文去大学演讲 那所大学是亚当和沙拉上过的学校 这也是了解杰西的好机会 凯尔不小心被替虚刀划伤 他用亚当教给他的超能力预和伤口 但最后却失败了 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 凯尔找到杰西 邀请他去沙拉上过的学校参观 听到是沙拉上过的学校杰西 自然不会拒绝 沙拉被称为学校的三好学生 虽然拿过很多奖杯 但还偷过试卷 而且还破坏了科研大楼的演讲厅 随后两人来到演讲厅 虽然过去了很久 但还是发现了沙拉留下先知的标记 标记中竟然是考试的答案 接着两人被史蒂文带着挑战大学 醉牛黑客 小伙子认为自己的系统无人能破 可能他还没遇见真正的高手 随后两人开始对他的程序进行攻破 很快杰西变攻破系统 还把凯尔的电脑给锁定 凯尔也意识到了杰西变得比自己强 这时眼镜哥却说见过杰西 然后把他们带到了台球厅 原来沙拉以前是学校的台球高手 沙拉的球技就是一个传奇 至今没有人打破他的记录 杰西也突然来了兴趣 他不顾凯尔的反顿 直接拿起球杆就开打 每一杆都能完美进球 眼镜哥一眼就看出他跟沙拉很像 很偏执 而且每件事都要做到最好 凯尔不想让杰西也变成那样 于是决定上场打败他 凯尔的球技也不是盖的 很快就把自己的球打完 只剩下最后一个黑巴就赢了 却被杰西给破坏 凯尔为杰西的能力而感到惊讶 杰西很快清完自己的球 他却把最后一个球让给凯尔 杰西再次用超能力阻止进球 也因此导致身体反应 凯尔看到刚要拉杰西走 却被一个小伙阻拦 刚想出拳却被接住 凯尔不想在这里惹事 但却被赶来的迈克一拳干翻 随后场面一片混乱 还好两人都成功逃了出来 只是杰西手部受伤 凯尔要带他上医院 发现伤口很快便愈合了 自己不能办到的杰西却能办到 看到杰西流鼻血 凯尔赶到了一场 杰西跟沙拉的性格一样 他不希望杰西走沙拉的路 但杰西却说自己没事 随后便晕倒过去 凯尔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了亚当 杰西跟沙拉的表现一样 需要有人关心 他让凯尔自己决定 对杰西的照顾 回到家的凯尔 遇见了乔治的女友安迪 安迪明天就要去医院做检查 如果情况不好 就不能来找乔治了 凯尔给了他一个拥抱的安慰 这时家里的灯光乱闪 难道是凯尔在使用超能力 来到镜子前 发现自己也跟杰西一样流鼻血了 患癌症18年的女孩 被小伙暴凌下 第二天竟然奇迹般康复了 女孩高兴的见人就是拥抱 大家都在为他感到高兴 而杰西一眼就看出了凯尔的异常 他询问凯尔原因 凯尔并没有刻意去治疗他 只是给了他一点安慰 原来情感上的冲击 也能使病情好转 凯尔又挖掘了一项超能力 这时凯尔突然感觉脑袋嗡嗡作响 杰西说他使用超能力 让身体不堪负重 因为昨晚治疗了安迪 导致鼻子流血 半夜跑进厨房 拿起番茄酱在纸上画画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点赞 艾米两人看出了他是梦游 把他带进了房间睡觉 看到满墙的话两人惊呆了 第二天凯尔也意识到了自己梦游 艾米说梦游原因是最近压力太大 来到图书馆准备缓解压力 发现没有集中精力 就能听到杰西在百米外哼歌 他问杰西在图书馆 为什么那么大声哼歌 回到家帮史蒂文做饭 超能力也突然不受控制 作兽司把炎当做面粉使用 艾米让他回房间里休息 来到房间播放杰西送给他的唱片 眨了一下眼睛 墙上就全部布满了画 艾米走进来直接梦了 这才意识到自己又梦游了 凯尔找杰西帮忙查看 他脑袋里装的什么 可杰西用尽了全部能力 也没能看出来 为了给凯尔放松 小美给他做了一个 免费的全身按摩 可刚来到厨房 就感到脑瓜子嗡嗡的 周围一切声音都在脑海里回血 凯尔强忍着控制自己 可下一秒 艾米两人看到凯尔这种情况 没办法解决 只能找亚当过来帮忙 亚当看到唱片就知道了原因 这是沙拉留下的唱片 沙拉把图像转换成声音 亚当猜测歌曲里 可能藏了什么信息 他让凯尔集中精力 听歌曲里的另外一种声音 果然凯尔清晰地听了出来 这就是导致凯尔 每次听完歌曲就会睡着 然后画出很多张画的原因 凯尔画的话 就是唱片里面的信息 凯尔把画传到电脑上 然后让图片加速播放 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先知戒指的图案 亚当说这是沙拉独有的先知戒指 接着又出现三个字 我还活着 亚当都不相信他还活着 两人猜测 这可能是沙拉留给凯尔的什么信息 亚当让凯尔先不要告诉杰西 他不想让泰勒知道这件事情 回到加凯尔收到一个匿名邮件 让凯尔替他保守秘密 凯尔询问是不是沙拉 但却没人回复 女孩用意念就可以让重达18公斤的哑铃 在空中悬浮 但身体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男人为了向先知证明自己 根本不在乎女孩的身体健康 杰西就是他重返组织的唯一希望 泰勒跟先知视频通话 他要证明自己创造杰西是对的 让他们为杰西的能力大吃一几 凯尔跟迈克打球 杰西偷听到迈克的脚受伤了 于是找到迈克说要免费帮他治疗 但前提是不能告诉凯尔 迈克虽然答应了 但对他的医术还是有点致 这下迈克相信了杰西的能力 才放心让他帮忙治疗脚伤 没想到效果立竿见影 被风尸缠身30年的迈克 在球场上剑步如飞 但这一切还是没瞒得过凯尔 从迈克的心跳就知道他有所隐瞒 迈克便坦白了是杰西帮他治疗好的脚伤 凯尔对杰西的能力也非常的惊讶 晚上凯尔再次收到逆流邮件 对方希望他能帮助杰西 第二天他找到正在锻炼的杰西 劝他停止高强度的训练 他不希望杰西身体损耗 但杰西不能不听从父亲泰勒的话 他是杰西唯一的亲人 随后又开始了训练 凯尔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艾米 想通过艾米帮助杰西 艾米找到泰勒 为了杰西的身体健康 希望泰勒能停止对他的锻炼 却反而受到泰勒的威胁 不让艾米插手杰西的事情 凯尔上网学习超能力 又收到那个匿名邮件 但凯尔却不明白什么意思 在乔治的提醒下 于是开始追踪这个邮件 在根据前几次收到的邮件 查到了四个不同的地方 刚好形成一个正方形 经过两人的分析 打开正方形的中间一个点 正是凯尔去过的那个餐馆 随后凯尔来到这里 看到一个女人坐在那里 手上还戴着那枚戒指 果然沙拉还活着 他告诉凯尔先知只是一些科学家 没有任何个人情感 沙拉为了摆脱他们才故意假死 他不想让杰西成为泰勒的工具 希望凯尔能帮助杰西 但又不想让杰西知道自己还活着 就是走的时候也没告诉凯尔联系方式 另一边泰勒准备安排杰西跟先知见面 为了证明自己杰西开始加强训练 凯尔劝他停止高强度锻炼 但杰西却根本不听劝 没办法凯尔只能说出沙拉还活着 既然已经说出来 就要想办法让杰西见到他 为了不让泰勒发现 于是安排在家里相见 凯尔让杰西在家里等着 他跟迈克一起去寻找沙拉 两人来到餐馆 却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沙拉的线索 迈克能根据人的年龄和穿着 来匹配所开的车子 果然被他猜中 于是凯尔回想昨天的记忆 查看昨晚来这里的人和车 再根据他们的年龄和穿着 最后断定沙拉开的是一辆灰色轿车 然后通过道路监控 找到了沙拉的住址 凯尔说杰西想见他 听到凯尔跟杰西说自己还活着 沙拉非常生气 在凯尔的劝说下 而自己也算是杰西的半个母亲 最后答应了下午去见杰西 得到消息的杰西兴奋地 直接给凯尔来了个拥抱 还捡了一个跟沙拉同款的发型 听到门铃响起 杰西高兴地去开门 却发现是泰勒 杰西也不再听从泰勒的安排 现在他只想见到沙拉 泰勒想要来应当 看到有艾米一家强大的后盾 没办法只能转身离开 一直到傍晚都没等到沙拉的到来 杰西伤心地离开 晚上一家人开了个家庭会议 现在杰西无家可归 他们要想办法让杰西有个家 经过商议他们决定接纳杰西 随后凯尔来餐馆找到杰西 得知沙拉最后也没有去 伤心的杰西情绪无法控制 餐厅突然摇晃灯光乱闪 杰西的鼻子也开始流血 凯尔想过去安慰 却被杰西用超能力定住 沙拉突然出现 而杰西也晕倒过去 看到杰西没有了心跳 凯尔使用超能力去救杰西 虽然自己累得虚脱倒了下去 但杰西被成功救了回来 杰西也如愿跟母亲沙拉相见 画面是如此温馨 汤姆扔给泰勒一张单程机票 让他离开后不要再回来 先知这边通过视频 看到了凯尔救杰西的整个过程 他们对凯尔的能力非常惊讶 并准备与凯尔相见 亚当找到了凯尔 他阻止了先知对凯尔的监视 不让他们打破凯尔的平静生活 希望凯尔能过平凡人的生活 而杰西也将跟着沙拉离开这里 今天是学校的毕业舞会 凯尔去给小美拿裙子 可他对裙子的颜色不是很满意 于是决定给裙子改个颜色 虽然他对自己很有信心 但最后还是搞砸了 杰西来跟凯尔告别 看到这一堆的烂摊子 为了表示救命之恩帮他把衣服搞好 史蒂文为了不让乔治在舞会上搞出事情 便送给了他一个秘密武器 几人经过精心打扮 来迎接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舞会上他们玩得非常happy 凯尔想去喝点饮料 却发现有人在里面放了钉子 而且地上还洒了很多的水 正当凯尔去清理的时候 发现是房顶漏水 他来到天台 看到杰西一个人站在上面 杰西马上就要走了 来跟凯尔最后的告别 随后从楼顶直接走了下去 凯尔在返回舞会时遇见汤姆 他告诉凯尔先知都是科学家 他们并不可信 凯尔邀请小美跳一支舞 两人诉说着心里的暧昧 两人准备回家进行下半场游戏 小美发现自己的衣服忘记拿了 凯尔帮忙去取 刚拿起衣服凯尔就赶到了异常 当他返回时却发现小美不见了 凯尔四处寻找 却只在地上发现一枚先知戒指 正当凯尔疑惑的时候 一道电流瞬间袭来 凯尔抽搐几下便倒在了地上 等他醒来时已经被五花大绑在实验室里 挣扎了几下才意识到自己被抓 于是使用超能力控制手术刀 一次不行 那就再来一次 终于在第三次成功拿到一把 这边准备离开的杰西 感觉到了凯尔的危险 莎拉劝他不要多管闲事 而他却转身跑去救凯尔 同时实验人员也发现了墙面上的异常 转身发现凯尔已经逃脱 接着他们开始对凯尔进行抓捕 凯尔逃到了天台 几人也追了过来 只见凯尔一个飞身跳跃便摆脱了他们的追击 逃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找小美 看到小美妈妈在家 凯尔也不敢走正门 用水管在地上洒水 然后使用超能力飞到小美的窗前查看 而这一幕刚好被艾米和罗莉看到 凯尔回家把情况告诉了家人 这时凯尔收到小美发来的信息 还有一条小美被先知抓走的视频 凯尔再次返回关押他的内宫大谋 发现这里已经被搬得一干二净 看到电梯有人上来 连忙躲避 原来是杰西赶了过来 为了找到小美 两人超强大脑合作 在地上汇出了整个城市的地图 根据时间锁定出大概的位置 从视频声音和建筑背景 再通过史蒂文从电脑查出地图 便确定出小美的位置 两人赶到这里 为了不让守卫发现 凯尔用超能力直接让灯炮爆炸 然后用火眼睛睛走进去 刚进来就被发现 杰西学着凯尔把灯管炸灭 这几个人还不够两人塞牙缝 很快便轻松解决 又来了一波 杰西让凯尔去救小美 自己留下来断后 凯尔根据小美的心跳声 来到一个被锁住的大门 用尽全身力气都没有打开 他用水管把大门浇上水 然后双手放在门上 大门瞬间结冰 接着直接碎开 然后抱着小美离开 这边杰西也用最快的速度 把几人解决 两人会合后 逃到了一个房间 但出口却被锁上 凯尔让杰西抱着小美 然后一脚踹开 而这时守卫也追了上来 他让杰西先走 自己用身体挡住了 射向小美的子弹 但这却只是橡皮子弹 随后先知们便走了过来 凯尔一脸疑惑 原来这都是先知们策划的 测试凯尔交集情况下的能力 也是为了跟凯尔的第一次见面 但凯尔对他们的这种做法非常生气 直接就来个转身走人 凯尔顺利地将小美送回了家 杰西回到家发现沙拉已经走了 只留下一封信 凯尔给小美打电话 为了哄女友 睡前晚安少不了 凯尔庆幸小美安全回到了家 但却没有发现小美脖子上有一个伤疤 因为母亲的不辞而别女孩非常伤心 只能用超能力来发泄一下 对着留下的信件就是一顿操作 幸亏有人敲门 才给这封信留了个全尸 原来是艾米 可杰西很不情愿让她进来 看到墙上面目全非的信件 艾米明白了一切 这边凯尔来找小美 却看到昨天抓走小美的先知 凯尔刚想去追 恰巧碰到小美 而小美对昨天舞会后的派对没有丝毫记忆 她并不知道昨晚被绑架的事 还以为在派对上喝醉了 安迪却说没有见到她 乔治及时解释 然后把安迪带走 面对小美的质疑凯尔也没有多说 梅一会突然发现小美不见了 惊慌失措的凯尔赶紧去找 而小美只是去扔个垃圾 小美察觉到凯尔一定有事瞒着自己 在小美的追问下 没办法只能说舞会后她自己走丢了 这话估计连三岁小孩都不会相信 乔治找女巫算命 女巫算出的一切都很准确 还说她会发一笔横财 于是推荐凯尔也去算一挂 女巫一眼就看出了凯尔的心事 这让凯尔非常震惊 赶紧伸手让她给看一下 女巫说没人能伤害到她 唯一打倒她的方式就是从她爱的人下手 还说今天晚上她的灵魂伴侣有危险 回到加凯尔还在担心巫师的预言 而家人却说只是焦虑 不要相信这些迷信 这时乔治从口袋里掉了20块钱 无缘无故多了20块钱 验证了巫师说的那笔横财 吓得凯尔赶紧去找小美 她要保护小美的安全 但小美还在生气 不想看到凯尔 她把找女巫算命的事情告诉了迈克 迈克之前也找女巫算过 想想刚才也成真了 等小美下班 凯尔再次找到她 并把女巫的预言告诉了小美 小美怎么会相信这些东西 没办法凯尔只能找杰西帮忙保护小美 还没从失落中走出来的杰西勉强答应 但凯尔却不知杰西还在因为沙拉的离开尔伤心 小美看到杰西很不开心 她知道是凯尔让她来监视自己的 于是便带着闺蜜去参加派对 从罗莉这里得知他们来到的地点 凯尔赶紧找了过来 可还是晚了一步 小美已经上船离开 看到船渐渐开走 凯尔也赶到了异常 赶紧追了过去 船上的小美突然感到头痛 来到船边休息 却没想到遇见了杰西 就在这时船上突然火光四溅 横梁断开直接砸向两人 凯尔看到一个人掉进了水里 赶紧跑过去营救 这下可以让小美原谅自己了 却发现落水的是杰西 看到杰西受伤凯尔很自责 她不知道沙拉已经离开 杰西还在伤心中就让她帮忙 她把手伸向了杰西的小脸蛋 然后用超能力让杰西额头的伤口愈合 而这一切都被小美看到 看来巫师说的是对的 凯尔的灵魂伴侣有危险 但那个人却是杰西 两人的感情也因此结束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先知安排好的 几天前杰西因为母亲的离开尔搬进了家里 凯尔准备去洗澡 这样的尴尬刚好被罗莉和乔治抓个现场 事后还把杰西搬进家里的事情告诉了小美 这让正在准备音乐会的小美非常生气 还好凯尔会甜言蜜语 哄好小美后便离开让小美专心练琴 来到公园散步 好巧不巧遇见先知成员 男人名叫大山 他为绑架小美的事跟凯尔道歉 这次来是代表先知跟凯尔合作 一起研究科学技术 而凯尔却不愿跟他们这样的人共识 小美在家练琴 可每次到了关键点就会谈错 还不小心把琴弦搞断 幸亏有个万能男友帮忙修理 得知小美紧步不舒服 又给她来了个全身按摩 小美从舞会过后就经常出现头痛 而且弹琴还总在同一个点出错 回到家凯尔告诉了杰西 经过两人分析 可能上次绑架用药果量 但过去了那么久药物也该没有作用 凯尔认为是她的记忆出错了 她决定扫描一下小美的大脑 在小美彩排这天 凯尔在钢琴上安装了一个脑部扫描椅 看到凯尔来为自己加油 小美也很高兴 一切准备完毕 彩排顺利进行 可在关键时刻小美看到杰西拉凯尔的胳膊 这让小美瞬间慌张 也因此导致彩排非常糟糕 幸好脑部数据采集成功 两人对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小美脑中有什么东西 这让两人都惊呆了 凯尔找到大山询问情况 她说放入的是纳米神经组织剂 为了让小美忘记那晚发生的事情 还说先知可以帮忙取出 但凯尔却不想让他们多管闲事 她和杰西准备使用电机的方法 但电压必须控制到刚刚好 否则小美就会如此灯泡 为了帮助凯尔 杰西愿意当试验品 他们采取接吻传递电流的方法 凯尔先是把全身充满电 第一次因为电流控制不当 直接把杰西电费 随后重新调整电流 准备尝试第二次 就在这时小美推门而入 好像来的不是时候 这下怎么解释都没用了 但为了小美能顺利表演 凯尔来到了赛场 却被小美妈妈阻止 没办法凯尔只能爬楼 然后来到屋顶 看到独自坐着的小美 凯尔先是给自己充了一下电 接着直接降落在小美的面前 现在的小美非常伤心 被自己最信任的人 伤害谁不行痛 她却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她 凯尔先是一顿安慰 然后用带电的双手 放在了小美的小脸蛋上 最后又来了个甜蜜操作 在考官的催促下 两人不舍地分开 小美顺利地完成了演出 凯尔也帮助她 消除了脑中的组织剂 但两人的关系 也将真正地破裂 小伙第一次失恋 每天坐在浴缸里痛不欲生 为了让她忘记女友 好兄弟拿出了 她珍藏多年的武功秘笈 姐姐让她用音乐来缓解 可把琴弦弹断了都没有效果 杰西决定用电机的方法 先是给自己充了一下电 然后准备清除凯尔脑中 关于女友的记忆 幸亏艾米及时阻止 艾米建议她出去走走 于是好兄弟带她来酒吧放松一下 刚到酒吧就被一个美女盯上 面对这么好的事情 凯尔却要打电话给小美 麦克阻止了她 为了让她忘记女友 还递给了凯尔一杯酒 虽然没喝过酒 但还是一口干了下去 慢慢的凯尔便进入了状态 直接一次接过两杯 就是跳舞也要喝着小酒 后面的操作更是让她成为 全场最亮的菜 射把直接命中把心 不用眼睛看也是一样 连续几次同样命中 很快吸引了很多美女的围攻 跟撞汉掰手腕根本就毫不费力 弹硬币也是百发百中 直接让麦克大赚一笔 美女过来搭讪 凯尔直接表演起超能力 乔治过来阻止 他却更加疯狂 直接让杯子来了个凭空一蹦 这下把美女彻底征服 接着酒醉的凯尔来到表演台 说自己是个试验品 就连自己没有肚脐的秘密 都拿出来表演 幸亏两人及时把他带走 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出来却发现车子被人拖走 三人来到拖车公司 可拖车人要200块小费 才允许开走 无奈几人只能自己想办法 他们刚来到停车场 凯尔就说自己想吐 这下直接把拖车人 惊动赶了过来 幸亏迈克找到车 患上没有喝酒的乔治开 但没走多久却发现轮胎爆 正当几人一筹莫展时 发现一辆车开了过来 还没等几人高兴 拖车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还要用铁链教训他们 却被凯尔直接抓住 刚要扭头逃走 被凯尔用铁链绊倒 这下好了 便宜没捞到 还搭进去一个车轮 经过了一场酒醉 凯尔决定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小美 刚出门却遇见了汤姆 他给凯尔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亚当上次离开后身体就每况愈下 就在今天上了天堂 老爹突然离去让凯尔有点措手不及 为了缓解凯尔的压力 艾米带他出去散心 乔治对凯尔的伤心事却突然提上一笔 导致开车走错路线 凯尔看地图一个稍不留神 幸亏都系了安全带 打电话找救援 却发现这里没有一点信号 艾米被仪表盘卡在车里出不来 正当凯尔想办法打开车门时 突然听到公路上的求救声 艾米让他先去帮助别人 原来是刚才在路边停车的孕妇 他让凯尔帮他把车推到路边 然后打算走着回去 可刚走没几步发现羊水破裂 明明预产期还有一个月 但凯尔却计算出还有两小时就出生了 两个大老爷们遇见这事情是不是很尴尬 于是找到艾米寻求帮助 凯尔描述了一下孕妇的情况 艾米凭借多年的经验 确定孕妇马上要生了 他让凯尔赶紧过去帮忙 发现自己由于被挤压身体严重受伤 凯尔利用超能力给孕妇做了个检查 还帮助他用手感受宝宝的心跳 现在他们不能坐以待毙 随后凯尔来到另一边 他试着用超能力联系杰西 给他发过去一段路线信息 然后准备给孕妇接生 杰西这边也感受到凯尔的信息 这时史蒂文又接到艾米没暗示到旅游景点的电话 杰西这才感觉到异常 刚才的拼盘上也出现撞车和峡谷的字样 只见杰西集中精神 很快便接收到凯尔传来的信息 然后经过分析锁定了事故现场 史蒂文赶紧报警 凯尔这边也遇到了麻烦 他感受到胎尔心跳衰弱 于是准备用电流刺激胎尔 刚要给自己充电发现艾米受伤 但艾米却还是让他先去帮孕妇 凯尔只好给自己充电后离开 先是把电压控制好 然后一个电机 宝宝顺利出声 当他再次返回时 发现艾米已经晕了过去 凯尔用尽所有办法都没能救出艾米 这时救援也赶了过来 对艾米进行了施救 在医院凯尔偷听到医生跟史蒂文的谈话 得知艾米还在重度危险期 虽然很自责 但是不能坐以待毙 溜进医生的更衣室 利用超能力打开密码柜取走工作牌 再换上医生像样的形状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看完本草纲目 跟着医生混进监护室 得知艾米的器官已经衰竭 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让器官重新生成细胞 但这种技术还要等上好几年 凯尔准备用超能力治疗艾米 却引起一气暴击 幸好还有生命迹象 凯尔也因此被赶了出去 看到刚出生的宝宝 凯尔想起了森林中出生的自己 这时杰西走了过来 在杰西的指引下 凯尔想起了他们在方舱里生活16年的液体 可以让细胞再生 而杰西让他去找先知帮忙 对先知反感的凯尔想到艾米还在危险中 跟史蒂文商量后 先知成员大山寻求帮助 但条件是加入先知并跟他们合作 连命关天凯尔便答应了他们 随后凯尔给艾米注射了液体药剂 很快艾米便苏醒过来 一家人也终于放下了心 但一旁的杰西却看起来心事重重 原来是先知大山让杰西指引凯尔找他们帮忙的 小伙跟30年没见面的女友躺在床上谈人生 两人已经聊了三七二十八小时了 刚准备做点什么 却被突然闯进来的姐姐完美破坏 把小伙气得指点赞 原来是为了告诉乔治母亲的住院费用 就在刚刚她看到了医院寄来的账单 如果还不上就可能要卖房睡大街 这边凯尔因为就艾米答应跟先知合作 跟着大山来到了一所培训基地 这里都是世界一流的天才 每个人都有自己研发的项目 这个女孩研究的是种植 她的研究是为了让地球彻底告别饥荒 凯尔看了下研究数据 给她提了一下自己的建议 这个男孩是基地里最霸道的天才内科 见到凯尔却表现得非常嚣张 还说自己的智商是156 就连大山都不放在眼里 看到眼镜也是其中一员 凯尔非常震惊 眼镜解释自己只是来搞研究的 凯尔警告他最好跟罗莉坦白 参观完凯尔却对这里不感兴趣 表示来这里是为了还债 大山看他有这种想法 于是劝他回家 回到家的凯尔得知了住院的费用 几人商量如何帮助父母 新的债务刚还完又来了一个 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到眼镜告诉他的话 在基地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赢取高额奖金 于是打电话给大山明天继续合作 第二天凯尔找到大山询问奖金的比赛 大山让他去找眼镜帮忙 经过一番查询 凯尔找到了一个悬浮滑板的比赛 奖金也很诱人 但眼镜却不赞成他参加这个比赛 因为距离比赛时间还有36个小时 内特已经研究了一年还没完全成功 但凯尔却很坚定 无奈眼镜只能安排 很快凯尔便进入工作状态 却引来一旁内特的嘲笑 这也是一个女孩跑过来给凯尔来了个香香 因为她的建议 女孩的西红柿产量一天翻了一杯 凯尔把悬浮滑板主板制作出来 眼镜对凯尔的速度感到惊讶 从两人谈话中得知凯尔有个女友叫小美 内特很是好奇 但凯尔却不允许她说小美 内特直接拿走了自己的研究资料 还扬言说不会给她任何帮助 凯尔找大山理论 返回时却发现自己的研究被人破坏 不用说也知道是内特搞的鬼 本来就不情愿待在这里的凯尔直接转身离开 回到家凯尔拆了家里所有的音响 打算自己研究 随后得到一家人的大力支持 很快一个悬浮滑板诞生 凯尔穿好装备准备实验 刚开始还比较顺利 还没等家人高兴 数据突然出现故障 滑板失控凯尔也因此摔倒在地上 幸亏只是滑板摔坏 一家人都认为没有时间修好了 而凯尔却说时间足够是磁铁的纯度不够 好的磁铁要花上万块还不容易买到 正当凯尔一筹莫展时 杰西用沙拉给他的支票买来了磁铁 第二天凯尔如期参加比赛 就连基地的天才伙伴也赶来帮助凯尔 很快便完成了组装 比赛开始 虽然滑板样子不比内特的 但飞行的高度和持久性却远远超过他 而且还能自由移动 凯尔成功赢得比赛 但这时内特却说还有第二轮 原来他在想办法打小美的主 几天前大山让凯尔在基地举办一个派对 看到内特跟前女友小美走得很近 所以想趁派对让小美知道他跟内特不合适 想要检测两人是否相配 首先要取到两人的DNA 于是乔治以测试小美的头发 能不能掉进奶茶里为由 成功拿到小美的头发 另一边杰西把正在打球的内特支走 凯尔则趁机换下他喝过的饮料 然后通过两人的DNA 放在特制的石头上检测 显然小美和内特两人的颜色不同 所以不相配 派对这天每个人脖子上 都会戴上一条特制的项链 他能读取人体的信息元素 从而产生不同颜色的亮光 如果两个人颜色一样 那么这两个人就很相配 但凯尔却看到小美和内特的颜色竟然一样 明明测试的是不同颜色 凯尔怀疑是内特在项链上做了手脚 但现在他还有正事要干 昨天在大山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个文件 还通过超能力发现一条红外线感应装置 通过迈克两人对文件的查找 得知大山曾跟沙拉是邻居 而沙拉离开的那天刚好大山搬过去 两人感觉这绝对不是巧合 于是准备进办公室一探究竟 迈克在外边放风 凯尔先是用东西把红外线切断 打开柜子却发现有个密码箱 随后用单身30年的手速把密码破解 里面却只有一个戒指 正是沙拉的那美 这也证实了他跟沙拉有来往 刚出来又看到小美在干坏事 凯尔直接上去制止 还说内特为了报复他故意跟小美接触 而且还对项链做了手脚 但小美却不相信什么项链颜色变化来相配 原来改变项链颜色的是杰西 因为他一直都很在乎凯尔 罗里说如果你在乎一个人 就不应该在背后捣乱 随后他找到小美 把换项链颜色的真相说了出来 还说凯尔最在乎的人是他 并说以后不会再阻挡他们两人 大山找到凯尔 表示这次派对举办非常成功 并付给了他项链的酬劳 晚上小美找到凯尔 他想跟凯尔和好 但凯尔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解决 他不想小美再卷进来受伤害 于是拒绝而选择永远保护他 随后找到杰西 把在办公室的发现告诉了他 凯尔认为沙拉可能失踪了 但杰西却不相信 因为他还收到沙拉的信件和支票 凯尔拿出大山给他的支票对比 上面的字迹就是同一人所写 杰西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他让凯尔帮他查出真相 这时两人的项链 也发出了同样颜色的光 为了弄清事实 两人来到天才基地 凯尔吸引大山的注意 杰西偷偷跑进办公室 复制了大山手机上的信息 杰西想拿走母亲的戒指 关键时刻凯尔用超能力炸破灯泡 然后把杰西带走 两人对手机上的资料分析 却没有发现一点线索 于是准备通过回忆过去看有没有发现 杰西回忆起当天两次遇见过大山 在凯尔的帮助下 杰西发现了大山拿着有血迹的衣服 也因此吓得高烧48度不退 凯尔用一浴缸的冰块 也没能给他降下温度 没办法凯尔只能使用超能力进入杰西的记忆 他带着杰西进入那天的现场 来到走廊发现痕迹已经被清理 凯尔让杰西使用透视眼观察 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 杰西试了一下果然有所发现 通过红外线感应 他看到了门上沙拉的血迹 还听到沙拉的心跳声 杰西要去救沙拉 被凯尔阻止 因为这只是他们的回忆 这下可以断定沙拉是被大山下的黑手了 凯尔不让杰西轻举妄动 他们要查明沙拉的死因和先知的秘密 但凯尔要先取得大山的幸运 两人商量后便设了一个局 把大山请到家里吃晚餐 几人聊得正开心 杰西突然出现 本来两人就有点矛盾 杰西却直接质问他母亲的事 大山说从没见过沙拉 还说出了杰西曾经在树林里杀人的事情 一家人都有点不敢相信 杰西不断地解释着 随后便生气地离开 一顿美好的晚餐也因此泡汤 大山离开时跟凯尔约定半小时后 咖啡厅见面 来到咖啡厅却发现等她的是杰西 原来杰西是来复仇的 只见杰西一个回首套 大山便痛苦地倒了下去 杰西问她为什么要杀害沙拉 大山狡辩说是沙拉要杀她 自己只是自卫 在杰西的逼问下 才说出原来沙拉发现了先知 又开始了培育的计划 杰西想要为母亲报仇 刚要把大山了解却被凯尔阻止 杰西摔在地上没有了心跳 大山跑过来确认 凯尔想去营救 却被大山直接拉走 这时汤姆突然出现 原来杰西是假装的 他用超能力控制了心跳 刚才发生的一切 都是他们设好的骗局 凯尔也因此得到大山的信任 两人还撑起了兄弟 得到信任的凯尔 被大山带到了一个房间 这个培育仓 就是凯尔生存16年的地方 大山也直接把培育计划 告诉了凯尔 这些都是基地那些天才的杰作 每个人负责一部分 但却不知道他真正的目的 因为凯尔的加入 培育计划已经成功完成 而且培育仓不止这一个 现在已经放满了仓库 回到家凯尔跟家人 商量破坏他们的计划 首先要把基地电脑 所有的资料销毁 但要有个人配合凯尔 杰西已经假死 所以这次他帮不了忙 于是艾米以杰西失踪 唯有找大山吸引注意 凯尔则趁机取走 主机里所有的信息 回到家把亚当留下的资料 也都烧毁 却发现大山家里 还有一个备份 他跟迈克一起来到大山的住处 迈克用祖传的开锁工具 打开门 把剩下的资料销毁 凯尔和杰西通过 对主机资料的分析 找到了仓库的位置 同时还发现了大山的计划 原来他们想根据凯尔的基因 来克隆出无数个凯尔 杰西经过研究制作出一种霉菌 专门破坏培育仓中的营养液 在跟家人告别后 凯尔来到仓库 给培养液注射霉菌 这样就算他们有大量的培养仓 也是废品了 马上就要成功时 发现有人进来 凯尔纵身一跃飞上屋顶 突然口袋中的霉菌掉落 幸亏凯尔会超能力 才没让他们发现 这边小美来找凯尔 她在内特的电脑上 发现了有关凯尔的资料 凯尔有重要的事情还没回来 只能有两个女人 去拷贝内特的资料 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 内特突然出现 并把杰西还活着的消息 告诉了大山 内特准备对小美动手时 被赶来的杰西阻止 随后两人合作把内特放倒 凯尔因为坚持太久 超能力失控 针管掉落被眼镜发现 凯尔的从天而降下的眼镜 一个机灵 他把大山的阴谋告诉了眼镜 最后在眼镜的配合下 完成了对霉菌的注射 凯尔回到家发现空无一人 这时大山突然出现在家里 他知道了凯尔的计划 并用家人要挟凯尔 凯尔直接一记回手 把大山打飞 大山也是有备而来 看凯尔还能站起来又来了一下 当大山用小美威胁凯尔时 接着把他抓起 然后给他来了个单手举高高 天赐也到此结束